江南大帝 自古就是富庶之地 江浙苏航 一度成为全中国的赋税重要来源 没有之一 雍正用年庚瑶平定西川那几年 更是全国都靠着苏航的税金来支撑的 全国税富十之七八都是来自江南 在江南有很多数百年的名门望族 这些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东晋那个时期 最著名的就是金陵屋一项的三谢世家 这个家族时间久了 自然就多了很多规矩 而这些大家族地理位置上又很靠近 所以渐渐的这个规矩就融合统一了 到了明清的时候 江南望族已经隐隐地成为一个整体了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2009年 苏州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那是一个不小的生意 就在苏州本地 老头子是从东北过去的 所以事情完了之后 也不着急走 从来没到过长江以南 他要留下来晚几天 看一看苏州园林 这个生意不便透露 和当地政府某招商引资有关 风水上的事 我要说的是他有晚园林时候的事 当时他有个政府办公室秘书陪着 所以一路门票前 吃住都是不要钱的 那睡人的钱 也算腐败了一回 一天中午 他们连同另外几个人 在一家苏州很出名的馆子里吃饭 那个馆子是临水而建 他们的桌子在二楼 窗户一开 正好可以看到楼下的流水 欣赏江南景色 就在几个人久过三巡的时候 老头子看见远处有一棵古树 郁郁葱葱 饮在江南水乡黑盐乌瓦之后 当下老头子就觉得这棵树有些怪异 可能是坐着行当时间久了 职业感十分灵敏 于是他就随口一问 那棵树是谁家的 看上去有年头了 陪同的人看了一眼 便说道 那是谁谁家的祖屋 那棵树好几百年了 是棵树章树 另外一个人说 那家人的园子不大 不对外开放的 也没有虎林这些园子精致 没什么好看的 他们以为老头子喜欢那个园子 想去看一看 于是便解释了一下 可是老头子并没有想去游玩的意思 他只是觉得这树有些古怪 当下就说 没事没事 吃完饭我们去那附近溜达一下好了 陪同的一个人知道他是什么行当的 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就私下里做了安排 吃完饭 一群人就边走边说 来到了那个园子外观望 一看果真是有点衰败的样子 但是透过围墙去看 院子里只有这棵古香章 测出了半个树身 异常的茂密 一会来了一个 类似于当地街道办的人 一开始一看是市里的人陪着 以为是哪个老干部来又玩 所以十分的客气 老头子问他什么 他就热情的回答什么 没有一点官腔 老头子又问了一些附近居民的事情 那个街道办的人就如实回答 一问之下才知道 这棵古树竟然有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了 清末的时候这个园子发生过火灾 半个院子都烧没了 奇怪的是这树却没事 后来解放了 这家主人逃出了大陆 园子就归了当地政府 又是半个世纪的沉沉浮浮 现在这个院子的所属权 又回到了那家人的后人手里 可是那家人在欧洲已经有了大生意 似乎也不太在乎这园子 因此很少回来 当地也就是为今后和这家人经济上合作 所以才尽心保护他们家的祖宅 也不开放 园子很小 当作景点什么的也开发不起来 老头子就问这个街道办的人 住在这附近的人 是不是都有点不太对啊 老头子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说得那个主任一下子愣住了 张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当下主任只能小心翼翼地问道 哪方面不太对 老头子笑道 就是感情婚姻上面 那个主任变了口气 这个老先生怎么知道的 余调显得格外的惊奇 接着便解释道 这附近 特别是这两条街的人 很多都离婚了 什么找小三婚外恋 夫妻不合的几乎每家都有 前两天有个女的 因为老公要和他离婚 还要上吊自杀呢 闹得我们管这方面的几位 十分被动 几乎天天去人家里做调解 说完 这主任仿佛要找回点脸面似的 尴尬地笑道 都是现在这个社会风气不好 要是离婚房子归公家了 看他们还闹不闹 他随口这么一句玩笑话 惹得周围几个陪同的人员都笑了 老头子也笑了 可是老头子笑完了 正色道 这哥事情和社会风气无关 这是因子在闹腾 当主任知道 眼前这个老头子不是什么老干部 而是一个风水先生之后 显得更加激动 但是势力的人在 他又不好太过于相信这类事情 只是诚恳地问道 老先生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就说一说吧 帮助他人咱们政府就很提倡 你们宗教界的朋友 不是也讲究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吗 听他这么一说 老头子指得很尴尬地解释道 我是到家的 那是佛家的说法 那主任更尴尬了 马上闭上嘴不说话了 这个时候那个市里的人见此场面 便打起圆肠说 老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你就帮着看看嘛 老头子就说 不用看了 把这棵相思树砍了就行了 所有人都不明白 什么相思树 老头子就解释了 自古这个江南大户有个规矩 就是如果家里生了女儿 那就要在自己家院子里的冬面 种下一棵香樟树 等到这个女儿出嫁的时候 香樟树也已经差不多成材了 那时便把树砍掉 用那个香樟的木料做两口木箱 出嫁的那一天 在这两口木箱里装上上好的丝绸 作为女方的嫁妆 一起搬进南方的家里 一路上箱子不要着地 都是四个人合台一口木箱 象征着八方平稳 步步高升 而这两个箱子的丝绸的寓意 更是吉祥 意思就是 两箱丝首 这种香樟树 就被称为相思树 老头子就指着那棵香樟说 这棵三百年的相思树 怕是已经成精了 他的使命 就是陪同他的主人 嫁到南方家中 忽悠女子一生幸福安康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砍 反而被留了下来 时间久了 变成了精 因为自己的宿命 一直没有完成 所以有了怨气 从而影响了附近的 居民 香樟是一种有气味的树木 估计就是因为他的气息 被周围的居民闻得时间久了 慢慢就被迷惑了心智 从而做出了那些有被人伦的事情 不过也不怪相思树 要是人没有这个心思 也不会被引诱 说到底 相思树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 主要的还是看人心 事后联系了这家屋主 果然是当年那个代价的女儿 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夭折了 她的母亲因为思念女儿 不肯把这棵树砍掉 留作一个精神寄托 后来时间久了 更不会有人动砍树的心思了 渐渐的 这棵树成为了园子里的景致之一 被保留了下来 但这家人直到现在 婚姻方面还是不顺 想必也是相思树的原因 所以按老头子的说法 通知了他们之后 这家人就专程派人回来砍树了 后来按照老头子的建议 做了几张古张床运回了西欧 分给他们家的年轻夫妻使用 一来有保佑之意 二来靠着那个姑娘后人的身体 可以压制住并排解这棵古张树的怨气 老头子为此 拿到了这家人一笔不小的感谢费 还建立起了长久合作伙伴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当地居民还闹腾过 说是古树是国家保护的 不许乱砍 当真愚昧 当地的官员也不好用迷信的那一套去解释 只得说这是人家自己家的树 人家自己要砍 别人也管不着 而且还说是古树太老了 都中空了 怕风大吹倒伤了人什么什么 总之狐狸糊涂应付了过去 现在那附近的人还是有闹离婚的 但明显数量和比例上已经少了很多 毕竟老头子说得对 相思术只不过是催化剂而已 世间最丑的是人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